我又喝完一瓶了 喝水喝太多水中毒喔 對啊 就這樣 就我們就吵架了 小嫻喝水也能被金剛惹怒 尷尬片段流出 感情越醜越飽 可以唱分手快樂嗎 2020年8月認愛 交往一年多的小嫻&金剛 11號直播 選不分手一個月了 阿士說這晚臭臭鍋聯名播出 小嫻淡定享用 想及了吃播 所以臭臭鍋好吃嗎 我突然哭一下的時候我吃不下 可以吃齁 可以啊 當然我可以啊 我不想要好像搞到好像就是 我像火王真之類的 不是啦 就是 那我以後都會這樣 不可能 像這樣的愛情 讓我苦惱 總一個人又哭又笑 跟電玩小魔女分手很peace 原本兩人在墾丁大街擺攤賣的雞翅 大家放心 之後還是買得到啦 只是口味沒了小嫻 4月2號最後的擺攤畫面 恐怕只能成為追憶了 對不起 我現在已經 屋本人在插手 在這邊做好機器 然後我做好一個導覽員 然後你們之後導覽過來 我這邊買雞翅 小嫻在直播透露 雙方還沒分手前 就常為了忘記處理訂單的事情吵架 哎呀 相愛容易相處難 某次小嫻開著金剛新車 擦裝到兩邊的輪框 小嫻見道歉沒用 加完油就揚長而去 原因是他一下車閒看輪框 我就吃醋了 原來輪框比我還重要 金剛人在浮宗不知浮 這一句話很容易讓阿伯爆怒 沒有啦 踩到阿伯的邊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吵架很高 吵架 好像也蠻長的喔 昨天就吵架 因為為了喝水而吵架 我昨天就這樣拿著一個空瓶 他說我喝完一瓶了耶 我真的只是好意提醒他 因為我記得他喝了三瓶 然後我跟他說 水喝太多好像會中毒喔 水中毒喔 就這樣 就我們就吵架了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 健康的事情要彼此互相鼓勵 可是 我不可能讓我自己喝水喝到水中毒 我想要阿伯多喝一點水 因為我也沒看你在喝水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點爆炸 我又喝完一瓶了 喝水喝太多水中毒喔 對啊 你 XX XXX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樣啦 我們會為這種事情吵架 對 是不是 是不是 蠻無聊的 哈哈哈哈哈哈 像有時候你講一些話 我也很多小劇場 真的喔 但這小劇場我就是把它收掉 這樣 為什麼 沒有必要 嗯 因為有小劇場就是 就是 多了一個 爭執的一個 風險 我喜歡爭執 人家說感情真的是越吵越飽 真的會是這樣 一定要吵完和好抱抱 和平擁抱 不用美 哈哈哈哈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這姿勢我可是練習了很久才練出來的耶 《宮袁思宴》 《宮袁思春》 《宮袁思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